下一個我們的練習要考的就是物具會等於相具 物具會等於相具 鏡前三公尺照相機要把人拍清楚要對焦到幾公尺 我們的物具會等於相具 我離鏡子三公尺 就表示相也會離他三公尺 他就表示人跟相距離就是六公尺 所以你對焦要對在六公尺的地方 這好像是北你還怎麼考過這樣的題目 所以答案呢選擇是C 六公尺 我們再考物具會等於相具 物具會等於相具 所以咧 樹立的鏡子前面兩公尺 把鏡子向人移動0.5公尺 人跟相變化幾公尺 人跟相變化幾公尺 這也是物具會等於相具 這也是物具會等於相具 報案 報案人好 報案人好 答案 B A B的B B A B C的C B B 你到底是B還是C? B 2還是3? 3 你選的是3 0.1公尺 因為你的物距減少了0.5公尺 所以相距也會減少0.5公尺 這兩個合起來就是0.5加0.5 合起來會減少1公尺 只要減少1公尺 所以答案是1公尺 這個 跟剛才 類似只是反過來 變成你想要跟相距離6公尺 那人要移動幾公尺 剛才是我移動了幾公尺 總共距離變成也減少幾公尺 我想要讓跟相距離是6公尺 那麼請問 我要移動幾公尺 請問何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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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距離6公尺 物距等於相距 彈換 所以表示 物距 物距是3公尺 表示我離境只要3公尺 我本來離5公尺要變成3公尺 所以我要移動2公尺 所以我要移動2公尺 好 那這些都是有關於 練習物距等於相距的題目 也是一樣 考試會考會問的 大考試會考會問的問題 OK嗎? 有人有問題嗎? 沒有 很好